勇士惨败爵士30分 梅连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联盟龙头勇士今天在课场以99比129被胜率不到5成的爵士惨殿 写下本季书超过20分的最惨一役 总教练科尔斯蒂夫克表示 今天球队心不在焉像是被人踢了屁股 球队努力的程度相当差劲 勇士此战的防守相当差 写士全队91投53中命中率高达58 2%团队三分球28投14中命中率也有5成 反观勇士团队投篮命中率45 9%三分球全场25投5中命中率仅20% 科尔表示 我看到一支球队狠狠被人踹屁股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他指出今天球队的拼劲很可悲 这种表现令人厌恶 开赛就没有做好防守 我们没有紧迫感 目标对手显然像是为季后赛而战 勇士球星杜兰特 Kelvin Turand表示 他不能让绝世球员英格斯 Joe Ingalls投这么多颗三分球 如果想赢这场比赛 开赛我应该要打好 英格斯全场三分球 八投六中 看下20分 柯瑞 Steven Carly表示 我在第四节做板凳时问 D 格林 Dramond Green 他是否记得 我们最近有像这场糟糕的表现 我们还真想不起来 不能只是 人来这就好 特别是在客场 要赢球 勇士总教练 科尔 美联社 爵士英格斯 美联社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